订阅 进来 哎呦喂 果然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有影子 你看那楼侧 你看那景色 请坐 喝咖啡吗 不用不用 自己家人奔客气 那个老婆 黄总 黄总对吧 不知道黄总邀请我来 有什么吩咐啊 请你来 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个项目 可以跟你们合作 我们有一家长期合作的意大利公司 他们想设计一个博物馆 基于我们想要的设计理念和想法 你的工作室 我们还觉得比较合适的 哎呦 谢谢黄总 谢谢贵公司 对我终于成工作室的肯定和支持 我仅代表我的工作室 代表我个人 相规公司 还有黄总 表示热烈的欢迎 热烈的支持 热烈的感谢 对不起 我有点语不伦次了 但是我就是很激动 谢谢 这可是大小 严肃点 嘿 好 既然钟先生 您感兴趣的话 请你看一下 这是意大利公司 大概想要的一个三维方案 这是我们的客户协议书 请您看清楚 怎么样 我喜欢 知道 喜欢 哎 真跟你说 你得认真一点 做得好的话 对工作室是一个质的飞跃 嗨 我不管什么飞跃不飞跃 实话跟你说吧 这是一个好活 我喜欢 一般人还真做不了 我接了 那行 既然钟先生 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请您看清楚了 这单活最重要的 就是前期的主设计图 可是 我们协议书上 写得很清楚 只有两个礼拜 你来得及吗 嗨 不就两个礼拜吗 两个礼拜 对于我终于成功的事来说 绰绰有缘 两个礼拜真的有缘 有点紧 行吗 老婆 你都把这活交给我了 你就相信我吧 没问题 好的 既然钟先生 你这么有把握 那我们对你的要求就是 按时按质按量的 请你完成 我也有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中间出现什么纰漏的话 我们可以随时终止 跟你们工作室的合作 同时 我们可以要求你们赔偿 好 那成 我们终于成工作室保证 如果我没有按时按量按制 完成你们交付的任务 我个人 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 你怎么不留 不我来找我哥呀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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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既然 既然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找我哥呀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哦 我临时来这儿帮帮忙 你哥最近项目比较多 我听徐子杰说你在 呦 稀客呀 二的妈来了 二的那儿 怎么在骂你呢 你看看 现在你都有孩子 呦 要当妈了 生格的不知道吗 不能在家 别叫人 上来 跟你画手 走走走走走 上去 别拉拉扯扯的 成河挺腿的 哎哎 干嘛呢 干嘛呢 你跟你说事呢 哎呀 你哎呀 不知道是中骨蛋啊 就中骨蛋了 才打你呢 哎 真是我亲妹妹 好歹我也算是刚康复的病人吧 你这过来看看病人 也不带着礼物什么呀 我真是特别后悔了 怎么不带点补物品了 好好把你的脑子补补 我说 您现在怎么回事 真是我说的 装 哦 哦 哦 嗨 这年头 哪个老板 不顾个女女又说什么呢 我呸 还秘书呢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我嫂子才是这儿的老板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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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典型的胳膊肘往外拐 你这是典型的胳膊肘往外拐 成 那我怎么着 也算一个CEO吧 CEO可以顾你一说 你怎么这么贫啊 在剧组怎么没把你的嘴给摔坏了呀 赶紧说 您叫怎么回事 这样知道 嗯 嗯 成 我说正经的啊 我的剧组 跟那王不旦制片吵翻了 辞职不干了 这事你知道吧 人家林翘同志 路见不平一声吼 也跟着辞 这事你不知道 是吗 你看我笑在说假话 人家林翘 在剧组 除了本职工作 不干别的 天天照我这条断胳膊 现在又因为我丢了工作 人家已经人了 你老跟我能不易吗 对不对 矿铁人家现在没有工作 我让他暂时来我工作室帮帮忙 不帮互助有什么不行的 再说了 你别小看林翘这样 这丫头干活还真不错 你看把我这上上下下打点的 一里外外 整整齐齐的多舒服 比你可强多了 人才难得 一代辖妹 你得跟着好好学习 知不知道 还辖妹 你跑这来认妹妹来了 你头一个人 你酸不酸啊 我有告诉你 人 他可以有男朋友的人了 你想念点 他男朋友是做五行的 别把你另外一条胳膊再跟你蟹 瞧瞧 瞧瞧你这龌龊的小思想 每天都想什么呢 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我这是业务方面的关系 人力资源方面的 你懂不懂 不懂 我嫂子知道这些吗 我麻烦您的后脑时候好好想想 我敢不告诉黄玉琳吗 我昨天跟黄玉琳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那什么 他说那什么想法 对 权力下放 他让我权力下放 这还啥 我告诉你 你要是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饶不了你 什么厄罪 对你亲哥哥客气 你也千万别忘记 你要是客气的整个世界 看人家 我懒得理你 来整个的是不是 静静 静静 来 我来跟你说点事 干嘛呀 实实秘秘的 你这 你还干嘛干嘛呀 实实秘秘的 我在这工作的事 你回去千万别告诉紫剑 这什么呀 紫剑这人多小心眼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我在这工作 肯定会胡思乱想的 搞不好 还会影响咱们俩的关系呢 你是不是跟他说 你还在剧组工作呀 这不是骗人吗 这不好吧 我不想骗他 我倒是想在剧组工作 可是我得罪了制片人 那个圈我实在混不下去了 你说我一个学化妆的 我上哪儿找工作去呀 多亏你哥收留了我 要不然 我就得到美容美发店找活干去了 搞不好 我还得给人家洗臭脚鸭子呢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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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 求求你了 你千万替我保守秘密 好不好 我答应你 谢谢清清 你真是我的好姐妹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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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不 我不 关系 张 我 好 嗨 哎喲老婆 你就是念小剑转世啊 神不知鬼不觉的 吓我一跳 干吗你吓得 你就是工作得太专注了 我进门你都不知道 嗯 哎 怎么样了 看来你很投入啊 你以为呢 我这不是给你 贵公司立了军令状吗 哎 今天你怎么样 有灵感吗 嗯 哇 有点样子了 嗯 反正我先立一个大盖子设计图 我再找找有没有更合适的吧 嗯 就知道你是最有才华的 诶 我的艺术家老公 你把饭吃什么了 方便面 你怎么能让我大艺术家吃方便面呢 这么可怜的死 反正也没人管 那你现在的话 我就给你弄点 不 那不过你要那个 想跟我弄点什么 我也不介意 那行 我就行了 我说得一下 看看有什么质 田螺姑娘来了 就手冰箱里还能有这个 哎呦 哎呦 像吗 嗯 咱俩在一起这么久 我终于成 只有在工作的时候 才能享受到你 这红朽天香的滋味 其实我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特别愿意 我特别愿意天天都给你 红朽天香 哎呦 我说黄英雄 你能不能不忽悠我啊 还天天给我红朽天香呢 一年能有这么一回 我终于成就心满意足了 哪敢奢求什么天天啊 怎么着 后悔了 何止娶了我 你就觉得自己生活的水深火热呗 我是什么意思呢 您黄英琳同志 是属于整个时代 整个世界 绝不是属于我终于成一个人的 你明白吗 所以呢 我觉得您啊 还是为全人类的这件事努力奋斗 我呢 就踏踏实实给你打费 好 知道平时照顾你时间太少了 好 其实我特别愿意有时间的时候 就陪陪你 给你整天整天的那一场 哼 期待啊 好 黄总 我整整一个下午 你人上哪儿去了 为什么关系 为什么让我联系不上你 别别别别别 别说老婆你别急 黄总 黄总 您别急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 我呢干什么去了呢 我呢就是 看画展去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展 这不是手机就关机了吗 这结果我一开机呢 看着您发的信息来了 我这就十万火急就往这赶了 怎么着 没出什么大事吧 钟一诚你说什么 你这个时候你去看画展 你知不知道设计部的人 整整等了你一下午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交稿的时间 我知道 可是这个画展 对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迪奥娜 意大利著名画家 来北京办画展 百年不遇 我竟然要是错过了 我会后悔一辈子 你知道吗 都这个时间了 你别再跟我提什么迪奥娜了好吗 什么狗屁迪奥娜 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钟一诚 我什么都没想 也许你觉得迪奥娜什么都不是 可人家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神 对不住我 可能你还不知道迪奥娜是谁 我给你解释解释 二十世纪初 未来主义画派的继承人 什么叫未来主义你知道吗 在画面中 呈现技术创作的速度之美 恰巧在咱们这些街的活 这个意大利汽车企业的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活 咱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啊 我去看画展 这个画展对于咱们这个设计来说 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必须的 所以说磨刀补武砍柴工 您别急呀 我亲爱的慌悠 您别急行吗 钟一诚 我告诉你 您是把刀磨了 只不过是砍的我 好吗 你知道这个单子 我跟设计部下了多大的保票吗 你知道到底你人不在 我怎么跟人家设计部交代吗 你让我以后在下属面前怎么样树立威信 我说话还算数吗 我没说我不来交稿子呀 这不还没过晚上十二点呢 现在几点了你告诉我 你说 六点四十五 我们是一家正常的公司 我们有标准的上下班时间好吗 不是你 开个工作室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你有责任心吗 得得得 扯什么别扯我工作室啊 跟我工作室没关系 我终于成的工作室 我自己有分寸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需要你在这大呼大叫的啊 这是我错的 行吗 我错了 我现在马上回家 晚上十二点之前 把您要的稿子马上给您赶出来 行吗 说了半天你稿子都还没出来 你稿子都没出来 我去看画展不就是为了给自己加点设计灵感吗 好踏踏实实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吗 那你给我一句转换 稿子你什么时候出 你的灵感什么时候才找得到 我找着了 我找着了 可是对您老家家这么一口 我又赔了 你去哪里想干什么 我现在回家 踏踏实实把稿子弄出来 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您要是没骂够 我跟这除法让您再骂会行吗